今天是新西兰封城后的第五天 在这五天的时间里面 民众们也度过了一段封城的时间 大家现在比较关心的就是菜价 到底涨没涨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新闻告诉大家 现在菜超市中已经没有任何的优惠价了 很多的一些货品的价格涨的也是很离谱 这些肉啊菜啊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情况呢 今天记者也来到了超市 想给大家看一看菜价到底是如何 店里面的货品仍然充足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生菜的价格达到了五块钱一颗 其他菜的价格相对平稳 但是确实看不到什么打折的价格 灯笼椒的价格也是一如既往的贵 鸡肉的价格还可以 刚才呢我去了一趟这边华人超市 买到了四个大鸡腿 价格还可以六块九毛九一公斤 但是呢在买完了之后呢 店主跟我说很可能在下周开始起呢 肉类就要涨价了 这是为什么呢 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说现在的供应链 其实很多货品都不会及时供应到 比如说他们这个老板前两天订的肉呢 现在还没有到 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说 就算今后到货了 他们也拿不到那种整机整洋整毒 这样的东西自己去做切割 他们能拿到的货呢 只都是已经切割好的 切割过的货就意味着呢 它本来的成本价就要高很多了 所以说他们可能在未来下一周 如果情况继续的话 会出现涨价的情况 新西兰总理Chatsinda 但在3月30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对超市涨价问题进行了一定的解释 他表示 有不少民众反映了物价上涨问题 政府已经专门开辟了一个邮箱 超市涨价并不违法 但根据公平贸易法 涨价必须有真实合理的理由 超市方面不承认是在哄抬物价 说为了填补货源正没日没夜的工作 超市说 不仅缺员工 也时常缺货源 希望封城期间物价能够保持平稳 使民众们的基本生活得以保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